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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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一个网约车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在本地上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合作关系的模式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的场面上 实际上也使得企业一个创业活动不断增加 但与此同时创业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因为这种市场的变化快 技术更新的速度快 所以这种风险就会成功 所以现在就是又产生一种人和组织的兴致的关系 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创业上大家都会去以一种合伙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地强调 是一个人他从一个可能过去不拥关系的那样的一种身子 这样换成他成为一种合伙人的这样一种身子 所以我把它叫做文力资本和组织或者叫做密集的关系 螺旋是上升重组 从我们刚才讲的工作关系和合作关系中间 又回到一个企业的内部 再重新建立一种文力资本和组织的合伙关系 这个合伙关系和合作关系最大的区别 丢两条 第一条 这个合作关系一般来说 会基于一个特定的工作任务 基于一个特定的项目 对吧 完整了就结束 但是合作关系呢 它终究会把这种合作关系 共化成一个组织形成 甚至一个法人的机构 所以它会具有某种 稳定性 长期性 第二个呢 合作和合伙的关系 合作一般性为下 基于一个项目 一个工作任务的 直接的收益 假如说 网约车最后打出所发的费率 那么合伙的关系呢 一般来说 会基于这个收益 减去它的这种活动成本之后 所产生的利润的这种分成关系 所以如果说 我们要强调这个合伙和合作的这种区别的话 但是从统治上讲 它都是这种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这个参与这个收益分配的转型过程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完成 就是人类资源 或者叫呃 员工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 成为组织的主体和股东 享有剩余所取权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股东 股东的分红权 或者叫利润的这种帮风 这个收益权 在表现形式上呢 我们实际上 因为一个人在一个组织里面 他必要干活 同时他用含有 或者占有 这个组织的一定的这种股份的这个比例 所以它表现出来的 是一种股份合作制的更新比较多 所以我想在现在的这个企业的变得之中 尤其是该有创新性的 这个变革之中 这种合伙关系 特别是这个人力资本 仅仅依靠他自己自身 所具有的能力 而占有企业 一定的股份 可能未来会是一个长大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可能有一个 这个激励的特理论 叫做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保健因素 使这个东西也有 我可能会 激励性会下降 有了 我激励性可能也不会上升 那么激励因素指的是 我有了这个东西 我激励会上升 平常的去比喻 我觉得像合伙关系 或者说 这个人力资本 占有一个组织 特定的股份的这样一种做法 正在从 一种激励因素 转向成为一种 这个因素 也就是为了一个一些 我这个创新型的这种创业活动 股份的安育 或者叫股份体力 或者合伙关系的建立 可能是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这个是我想 这个在文力资本 和主这个关系中 可能就会用一个变化 那现在呢 我们把刚才提到的各种这种形式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 实际上 基于工业经济的这种劳动关系 它没有办法去涵盖 数字经济这种条件下 一个人和其他的社会经济单位 这个社会经济单位 甚至也包括其他的个体 这个贾和頤 两个一起要合作作为这些事情 那么合作作为这些事情 可以在平台上做 对吧 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形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形成了一系列的 我们把它叫做 融丽资本关系的一个组合 或者叫做一个区间 然后我们有两个 非常典型的表达形式 就是一个人和同一个企业 它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关系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对吧 华为呢 它的员工中间 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其实是占有 这个公司的数据股份 主要是这个收益权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合伙关系 但大家都知道 它又是华为公司的员工 所以它是一种雇佣关系 所以这个人呢 在一个组织里边 它和这个企业 就同时运动了两种关系 就是我们把它都叫做 文力资本关系 但人力资本关系 底下又可以分成 一种是雇佣关系 另外一种是合伙关系 那么现在更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我们把我们 叫做劳动传 对吧 与不同的企业 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关系 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讲的企业 是一个更泛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所有的这个社会经济单位 那假如一个老师 一个教授 首先它受雇于这个大学 所以它是一种雇佣关系 那同时呢 它可能又会为社会上 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企业 像今天 来去做一些授课的服务 那这个时候 它和这个单位 又产生了这种工作上的关系 当然了 如果这种收货的关系 最后产生的这种学员交费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我们是以分层的方式去获取的话 那最后这种关系就转变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当然我们现在国家也鼓励 科技能力量创新创业 那么实际上它创新创业的过程中间 它同时可能还会和其他的个体 其他的教授 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会发现 实际上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间 你这个对于一个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 他也是很难的 对吧 这个教授 他自己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单位之间 拥有不同的关系 如何让他在雇佣关系这种团队下 把他应该所履行的工作职责 能够满足到这个学校的要求 其实对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 也是跟过去的一样 过去因为我们全身心的 都在一个组织内部组织 所以现在呢 它的确又出现了 这个人和组织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力资本关系 这种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变得的形成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来说 你就不只是过去管一种类型的员工了 现在这种员工有很多种类型 特别重要的是 像这种工作关系的这样一种 员工的出现 当然这个员工也是打了三几套了 他就给你工作了一小时 你怎么管理他 你怎么选 这个我一定要招聘宣伐 你怎么选择这个人 这个两个小时之内的工作 你要不要给他进行管理 你如何对他的绩效进行考核 你如何给他进行复舍 那这些东西过去 可能都没有在我们的能力观理 人力资源管理其实也要出现过 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个小的公式 就是人力资本 这个人拥有多种的关系 所以在人力资本呢 我也打的是个複数的形式 就是一个组织里面大家想一想 你有一百个人 那他就是一百个人 然后这种关系呢 我们目前呈现出来的 那至少是六种五种对吧 那一个人都拥有五种的这个关系 那这个组合起来 对一个组合来说 就会非常的复杂 这就对于我们这个管理关系的轻变革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 力资本观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小的例子 比较有意思 你看这个IBM和这个苹果 他们在印度呢 有一个合作 那么在14年就建立起这种合作的关系 这个合作的协议非常厚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这个过程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苹果印度经济中心的1000名员工 大部分来自IBM 也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工作的人 我讲的这个工作关系指的是 来自IBM的那些人 和苹果的印度经济经济中心 实际上就是他们为这个工作而已 但是这些人呢都是IBM公司的人 所以它是和IBM呢是雇佣关系 所以这种呢就是一个混合关系 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模式 所以呢 但这里边呢 它又有一个条款 就是双方一致同意 如果员工希望离职 任何人都可以阻止 也就是说这个苹果印度经济经济中心的这个IBM的员工 如果说他不在IBM干了 我就直接转为这个苹果公司的员工 也就是说他从这个IBM的雇佣关系 转变成他和印度 苹果印度经济经济经济中心的这个雇佣关系 那他过去呢 和这个苹果的中心的关系呢 又是工作关系 对吧 这一年就发生了这种关系的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 两个公司呢 都会这个呢 不会阻止这种关系的存在 当然也有一种 这个印度的这个苹果印度经济中心的这个 那这个IBM员工说我不干了 我又直接回到这个IBM去 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调整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实际上在一个组织和另外一个组织合作中间 它不只是业务上的合作 那还有很多在人力资源管理层面上的这种条件 对吧 这就是我们想的劳动关系到人力资源关系的变化 而第四个呢 是我们现在可能既熟悉 又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管理过程中间 现在呢 还使用不是特别广泛的这样一些领域 那我呢 也把现在的这个 不同的这种基础变革的这个情况 也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 应该说正在经历颠覆性的变革 我不敢说 或者说我不知道会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 可能都会过去 但是我想这个速度其实是加速的进行了 它不仅仅包括像我们的招聘 一个测评 配置技术发生变化 而且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 人工智能的这种技术 直接替代了这个人力资源 当然我们也能还会有一些机器的方面 就出现了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文类智能的这个协作 当然还有一些这种脑洞大开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说这个马斯克正在做的这个人机脑机接口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可能都在人力资源这个领域中间 会直接产生它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想这些技术呢 我们简单的我们也能去看一看 现在都出现了哪些这种变化 第一个呢就是像招聘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这个调查呢 是2019年的五月份 美国的人力学员管理协会 对它的会员所做的调查 就是说人工智能在我们招聘的这个领域中间 它的使用的情况 那么它说的就是25%的这个调查对象 说正在使用人工智能筛选简历和申请表 大家要知道这个2019年的五月份 包括于今年这一年半的这个时间内 尤其是2020年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刚才讲了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一种 试掠吧 实际上加速了这种新型的管理技术的应用 特别是像这种不需要人和人接触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 那么大量的使用 然后有11%的调研的企业 正在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和一些智能的这个分析工具 显拔一些非常难以获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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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货水源的池子吧 找到这样的一些货水 但还有呢这个导致的63 现在还没有这个使用这个人工智能 在他的高速和他的这个孤零这个活动中间 那我们可能看到的这个技术是超百分高速 但是实际上我刚才讲的那句话 我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够完全的改变我们入层的高速的方式 但是我们看到他正在差速度的这个过程 这是我希望大家要关注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知道 而今年呢 其实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做过一些调研 我们中国的一些头部企业 在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筛选减利的这个程度上 速度非常快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中国平安 他可能他的这个人工智能筛选减利的水平 每一天可能都超过一万分以上 这真的是非常高效率的这样的一种 人工智能技术在造型和减利上场中的利用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测评技术 当然这个测评技术呢 我们跟第一个部分讲的管理要素的变革中 也有一点要对面起来 就是新的测评技术 实际上更专注于某一项特定的努力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这个顺势 我们在和顺势中间把这个人 几乎所有能力都能打一个分 其实大家想说一下 你就能知道从效度上讲 这种测试的方式 要了解它的各种不同的能力 从一个专注于这个去测评 某一项特定的能力的效度相比 这个工智上 我觉得这种专项的测评能力的效度 肯定会更高一些 那么这里边大家都知道 就是2009年的美国航空的这个机长 因为起飞了以后 一群加拿大额 选到了那个发动机里面 最后这个飞机就停车停车了 然后这个机长 沉着冷静的把这个飞机降落在这个阿德州河上 那么应该是18年的5月份 我们穿好也是在这个大约1万米高空的时候 飞机的挡分玻璃破 那最后它也是安全地降落在这场上 那这里面都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下 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决定在这个事件 这个比较安全的处置的过程中间 发挥折力的作用 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稳定性 不能慌 这是主题问题的最最重要的数据 那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个一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些工具 美国的这个叫Jobaline的这个网站 它就利用智能语音的分析算法 这些情故求求求者 这种算法呢会对求求者讲话的赋语进行分析 无语气啊语调的异扬灯错等 来预测某种特定语音所反映出来的个人的情绪 并具体去令该求求者可能胜任的工作类型 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一些 我觉得在一个特别时间底上 他的情绪稳定性就会决定了整个事情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想那么他如果能够非常准确的去确定 这个人的情绪稳定性非常高 那我想像这个机长啊 包括像警察啊 消防队员啊 这样一些特定的这样一个处义 我觉得对于使用了这个空间 甚至于我觉得像这样一个技术 确定完了以后 剩下的这种消防的技术啊 这些管理的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个技能 都是可以通过复权提供的 那么还有最近以十六一家公司 他可以分析十秒钟的语音片段中的音调电话规矩 能够对情绪和言外之意的判断的准确率就高达百分之八分 所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科技车型公司的这个数量 或者说在他的这个地位吧 其实以十六一家公司的权盾排在非常考证的位置 所以这都是应用我们现在新的数字技术 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 对于某一个员工特定的能力的 这种测评的这种效度性的非常 这是第二个关于测评的问题 那么测评中间呢 我们现在关于生物技术呢 现在讨论的还不太多 但是实际上也已经进入到 我们现在的数据里面去 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基因测试的龙头企业 叫r3andme 是由美国这个谷歌刷所布林的 这个前期沃西基创办 它的测试的方式就是通过 退了来去促使你的健康的危机 以及基因所反映出来 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各种问题 当然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度上看 你可能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跟医疗有关 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人力资本管理中间 首要的因素是健康和营养 我们在今年的疫情发生之下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衰退 其实最关键的语言就是 人健康是所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 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由于 一个是通过在线的这个方式 来去减少人和人之间的接触 另外一个方式大家都知道 你像口罩 其实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标配 这种口罩实际上一个小小的口罩 实际上应该是我们人力资源管理中间 民工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所以基因它的检测 主要还是在健康这个程度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能够通过语音的分析 来去了解一个人情绪的稳定性的话 我自己虽然可能不是一个科学的 不是有非常好的科学的素养 但是我相信基因里面 所能反映出来一个人的 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这样的一些能力 这样的一些因素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这个只是在第一个屏幕 关于健康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测评之后 我们又讲到招职 然后讲到措施 那么现在看看我们的员工的配置 这个也是IBM 它自己有一个员工的交配中心 它能够整合 它的全球工作机会的交易系统 以及来自IBM员工登区网站的信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搜索 也可以等候 你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绝 最重要的事情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这个网站上 这个中心 这个中心其实也是 这么一个网站作业来做的 它就能够去分析 你的任务篇号 或者说 你想干什么 那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未来 它不只是 更好的有助于 我们在一个组织内部 去配置 最优的去配置我的员工 配置我的人力税 而且它会将来 会推动 整个人力支援 副行业的这个变改 我能不能够为一家公司 在它需要人的时候 我就能把他 正好需要的那个人 直接送到他们公司去 而不需要再去经历一个 这个发布照片计息 来进行招聘 来进行测试 来进行整整系列的过程 那么所有这些过程 将来可能都会融合到 这样一个叫达书记 或者叫人物中文系统员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公司也不一定 就必然会让你去做 因为你还得去能干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安排女员工 调配中心还能干什么呢 它还有一个叫 技能定位器的 这样一个工具 这种工具 它会挖掘 女员工在日常工作中间 随机出现的这种数据 并且利用高级上场 来去推动 他们的专业技能的变化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 调配中心的方式 就会把一个人 他想干什么 和他能干什么 比较好的结合起来 去满足了一个企业 最优配置人力资源的 这么一种需要 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了 这个人自己 他对自己工作的 这样一种追求 对吧 这不是最具体的一种状况吗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 可能都是未来 可能我们在一个 人力资源的管理 这个病毒中间 会使用的越来越多的 这样一种技术 好 第四个 那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都知道 这个培训开发 特别是今年 我们的疫情之后 我们的很多的 这种培训开发的活动 实际上都在现实 但是我想表达一个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 这样的一种培训开发方式的 这种转变 应该说都叫做培训开发 加一个在线的技术 加一个这个数字化的技术 什么意思呢 更多的情况下 就是把我们传统的做法 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出来 就把数字化的技术 运用上而已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想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就是如何用数字技术 加培训开发 而不是培训开发 简单的加数字技术 因为如果简单的 把这种培训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搬到这个网上 那由于我们又不在现场 所以实际上 学员听课的效率 和效果其实是有所少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采取更多的 数字技术的特征 来进行这种特征的分割 对吧 包括学员学习过程中间 对他学习行为数字的采集 包括给他提供 如何更好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们真的就能够实现 我们孔老父子 千年之前所说的 因此于世家 这就是现代的数字技术 能够对我们培训开发 这种人民职业管理活动的变革 产生的最大的加势 当然了 我们仅仅是靠 加数字技术术 就能够 至少让我们的这种 培训活动 能够开展下去 否则的话 由于受这种疫情的影响 我们可能这个活动 就只能停止 实际上我们在 疫情最发展 最快 最严峻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活动 实际上是停止 所以这里边 三大幕后之一 叫Cosler的这个创始人科勒 它是有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 对我们的这个 人力学生管理的变革 或者是对培训开发的 这个领域的变革 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甚至可以说 它对我们非常强的 这样的一个主导性 它说最终于 这个在线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 或者培训开发的 这种项目 说采集的数据 主要是面对客观记录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者的这个数据 你能够抽取每一次的点击 每一次的作业 甚至于这个人发的每一次的主题 来进行比较研究 从而就能够为我们的人类学习活动 提供更为扎实和客观的这个数据技术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我们要靠这种技术 能够最终了解到 这个人的学习习惯 最终去了解到 这个人的学习能力 从而能够英才思教 能够帮助他最好的去掌握 我们所希望他掌握的 克里斯坦森应该说 在这个电视性创新 或者破坏性创新中心 应该是一个大发起的名字 很不幸的说 他在今年应该一千次前 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写的那本叫做 创新者的主进 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 非常值得我们 人类学习管理的同行 但不仅仅是人类学习管理的同行 非常值得我们企业的 这个经营者 企业家 高管 包括所有的管理者去学习 这里面 关于特性开发的这种 或者叫这个专线的基础 或者叫大叔叔的知识中间 他说了 叫现代技术 最为强大的功能 是为教育工作者 能够英才试教 满足每一位学习者的独特需求 大家都知道 我们培训开发 其实最头疼的事情 就是想了解 我这个培训的活动 到底产生什么结果 我的这种方式 到底适合不适合 继续学习 我想这样的一个技术 可能为我们提供了 非常强烈的工具 那么富贵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有巨大的压抑 就是人工智能 它在这个技术的使用中间 不仅能够赋能 我们的很多的管理场景 甚至于有些时候 它会直接取代 我们管理本身 如果它能够智能 作为一种机器 直接配置完了以后 它就能自动地 去运行去工作的话 那实际上 不仅取代了人力资源 也直接取代了 这个人的这个管理 因为它作为一个 设备 当然这个里边 有复杂的现象 这个人工智能 智能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底它是 纳入到这个设备的 管理体系中间 还是纳入到我们 人权管理体系中间去 这是我们现在需要 关注的问题 这里边我们从百度上 找了一个小的信息 实际德行 已经正式将人工智能 引入到财务工作中间 一个机器人 可以等于15个财务的工作 而且可以每周24小时 10乘以7日的这个工作 然后地下还有一个 关于机器的工作 流程自动化的这样一些介绍 它怎样来去 或者说它和人力资源 和人工来相比 它有哪些这样的留守 所以这里边灭了很多项 假如说我们讲的 24成义7成功的工作 包括成本的节约 包括其他样的保证 那特别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财务吧 一个人再专业 我觉得时间工作长了以后 关于数据 这个8乘5啊 8乘6啊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机器可能性不太大 那效率的提高就更不用说了 速度的处理啊 包括信息安全啊 对吧 这个信息安全就是包括一些数据 通过人们的这个中间的交流啊 交往啊 可能会泄露啊 或者是传递出去 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关于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 其实我们需要 就在我们人力智能管理中间 虽然它是一种技术的这种变化 但是对我们整个人力智能管理体系本身 会有很巨大的这么一个影响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 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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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智能 或者叫人力智能 相互协作的这个方式 这也是这个IBM的这个Washon情绪 我相信我们做人力智能管理 应该都知道特别是现在 我这里讲的事情是 他们一个医疗的这个人工智能 实际上现在Washon其实在 人力智能这个领域中 也有一个叫人工智能 这个助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器人 那么对整个人力智能管理的帮助 也会很大集中叫人机协助 那么这个Washon的这个叫医疗的机器人 他现在已经在为美国的这个叫 军武军人保健的这个局 或者是保健机构吧 为美国的这个870万的退伍军人 提供医疗职务 然后他可以大量的处理医疗的 文献临床资料和病患医疗记录 并给单个病患 其实是这样的事件方案 他还可对临床医生的系列问题 提供基于正确的答案 所以Washon呢 他说有助于医师 这就是相互协助 各自不同的分工嘛 将更多的时间 花在聆听病患的意见 以及与病患性去活动这个程度上 所以说人机协作呢 就是在我看人工智能 他解决了更多的 都是科学性的问题 就是医疗中心的科学性的问题 那么更多的这样的一种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情感的交流 甚至于医生本身 对于病患所具有的天然的 这种这个安慰和情绪 稳定这方面的作用 可能把它发挥的更好 因为实际上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时候 医生他实际上在治疗的过程中间 他充断了这些就是我们想的这个Washon 现在这个治疗的这个功能 更大一点 跟医患病患之间的沟通 有情感的交流反而少 那么我们都知道 既然人可能不同于一个机器 他在治疗过程中的那个功能 既包括治疗的科学程度 又包括治疗的这个情感 或者是情绪的这个程度 印象的更大 最后一个清楚呢 就是现在中央17年的3月份 巴斯克 大家都知道发明狂人也好 或者叫这个创业狂人也好 他的地区 他是在整个的这个新技术的 这个创业领域中间 有的是非常强的一个人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叫 这个Neuralink的这样一个公司 主要的任务是在做这个脑梯切腿 就是在人脑中间 竹鲁虽小的电极 他希望能够有一天 可用来擅长下载人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后面一个预测就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未来可能 这个人力资源的一些基础条件 就是前世的东西 人力资源本身 现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叫库斯维尔 被称为是叫起一点支付 或者是人工资源之类的 比如顶尖人物 当然我自己所看到他的文献呢 或者他的一些演讲呢 他的这个关于这个时间上的预测 也有不同的变化 对吧 甚至于我看到一个演讲 他说这个2045年这个人工智能的起点 奇怪的起点就会到了 所谓的起点到了就是 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的水平 超越我们人类的 当然他说了这个 到2099年 就是他在一本 人工智能的一本书中间提到的 说到2099年人类和计算机之间 就不再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仍然使用碳基神经元的人类 会普遍使用神经植入技术 以增加人类的认出能力 那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跟马斯科做的神经连接的那个 那个有点像 他还说 他没有使用植入技术的人 无法与那些已经使用植入技术的人 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那这就是我想这是一种 有点科发式的这样一种 变化了 它直接改变了我们的人类植入管理的 基本程序就是所谓的资源本身到底是 这是第四个层面上 可能从一些超脱性的工具性的技术 到一些革命性的编织性的技术 我想可能跟人类植与相关的 然后大家这些个方面 我都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